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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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一些事實 主要是針對王喜的環節 叫做經方訊息 每隔一個星期經方訊息就會出現 今天也會出現 究竟會否變成這個投訴對象 我相信機會很大 只要大家 站得硬的時候 對面也會繼續砌 當然對於香港電台上上下下的人來說 尤其管理層的壓力非常大 究竟在這些投訴 裏外夾攻的情況下 究竟他們的取態會是怎樣 當然我們作為香港電台 其中一個節目的參與者 我只能這樣說 我不是正式的港台員工 又或者你們 香港電台的忠實的觀眾聽眾 當然是非常關心 今天也是 顧問委員會的主席陳建強 約見梁家榮的日子 大家也知道如果留意到我們節目 這個頻道的朋友也知道 陳建強是藍絲到不得了 六八九委任他 他現在 對於被投訴的投票新聞要求 很多資訊 要約見管理層 而且要成立工作組 帶有 干預香港電台運作 具體運作及人事安排之勢 在一個來勢洪洪的情況下 作為 廣播處長梁家榮可以怎樣應對 昨天 在陳建強的前夕 他向同事 港台員工發了一封信 這封信 我的理解已經不是一封公開信 但這封信發出後不久 我想有很多朋友 包括我在內 在WhatsApp群組裏都收到這封信 原裝版本 當我把這封信 向港台 投訴新聞群組的同事 他說你也收到 可見這封信 流傳之廣 今天主流傳媒也有 報導這封信的內容 不過 看我這個頻道的朋友可能 比較想知道我對這封信的看法 和這封信的內容 如何解讀 這封信 兩版紙 三版 兩版半 如果大家不介意 我略略截錄內容 這封信被香港電台的同事 他說 在去年年中以環 社會躁動以至近月全民抗疫 香港電台 即港台 就像社會各界一樣 遇上前所未有的挑戰 在此我衷心感謝每位同事 一直堅守崗位 盡心盡力為香港市民服務 這段期間 我們收到不少意見的回歸 不論是讚賞 意見或投訴 歸賊 抵例兼儒 我們須精益求精 做好本伐 我覺得一開場白石得商 不抗不備 作為一個公共廣播機構 港台時刻確守香港電台約將 裡面定名的公共的目的 和使命 節目縱使類型不同 紫趣各義 整體觀之 佳在約將鎖列的目標原則之內 這番說話 第二段 封了 封了 批評香港電台 特別是 這個港台的 顧問委員會 這個藍絲道不幸的 顧問委員會 你的事違反約章 我們要 拿著約章來辦事 拿著約章 走到哪裏 有道理變走遍天下 梁家榮的解讀 佳在約章所列的目標原則之內 不同指趣 整體觀之 每天24小時 提供的電台和電視節目內容 多元互補 新聞 資訊 教育 娛樂 直播 錄播 各類會議 大型慶典 活動和體育項目 整體涵蓋約章中第四段公共使命和目的所列出的五項 顧及各層面 令港台 成為公市民聆聽 表達香港 看法的大平台 充分展現香港多元共用 且包容的一面 我覺得 又是用那句不抗不秘 起碼回應 外界 特別是藍絲建制的對香港電台的批評 可以很冷靜 不需要躁 不需要激烈回應 大家要學習 過去三個星期 封算繼續這樣說 社會上不同的群組對頭條新聞的內容表達關注 意見分層 正是尚述充分展現香港多元共用的一個顯例 頭條新聞歷三十載 類型與紙趣眾所周知 他絕非新聞報導節目 很重點 新聞節目 新聞報導節目 他的名字叫頭條新聞 用這個時事 作為一個 題材 用一種 欺笑怒罵 斟貶時弊 諷刺權貴的手法 去表達 對於 公眾 香港市民 社會上的一種普遍情緒 這是一個新聞節目 但不是一個新聞報導節目 新聞報導節目 例如日報 或是documentary 每天的新聞或紀錄片 例如鏗槍雜話 這是新聞報導節目 需要 很清楚的事實 頭條新聞內容不是不清楚事實 不過 在事實基礎下 他可以用一種 誇張一點的手法 去欺笑怒罵 這樣說 如果你用 新聞報導 作為一種要求 我覺得 對於頭條新聞 我認為那個標準 是完全 invalent 這點是很重要 此其一 其內容特色是諷刺借此針貶時弊 是其二 如上兩點毫不含糊 這類城中少有的劇種 借社會熱話 反映社會默薄 亦讓觀眾得語 書器釋懷 書器釋懷 用我的說法 Social therapy 是社會的治療 我經常用這個比喻 大家看完 頭條新聞 嘻笑怒罵之後 大家 就會燒烤氣 燒完氣之後 真是 上街扔磚的意欲都減低了 這就叫做 書器釋懷 就像壓力煲 壓力煲 各方面加柴添火 壓力煲受不了會爆 我們的工作是甚麼 我們工作 在壓力煲的safety valve 那個叫做 到衝氣罰底扔扔扔扔 切到夾 壓力煲的壓力 某程度上 種方 在社會上扮演這個壓力 也几建制下 希望有些人消氣 不肯直接覺得 可能對政府的反抗沒有那麼大 有這樣的說法 大家可以自己去解讀 體會是否這種情況 接著 上個月啟播的新一輯頭條新聞 機構傳訊和節目目標組 收到不少意見的回歸 由2月1日至3月8日 紙輯節目的回歸共有4萬餘中 其中包括3萬餘中讚賞6000餘中意見和投訴 任何節目都需要不停地改善 我們對每宗回歸 都會珍視 並對每宗投訴 都會按現行的機制審視處理 我們也必須經常自省 虛心接受投訴 查找有待改善之處 接著講其他 公共事務組等等的節目 我會講數字給大家知道 香港電台 跟其他政府的部門一樣 服務市民是共同的願景 絕對體會其他部門在過去一段日子的辛勞和難處 僅希望部門與部門之間 互相理解各思其職 便能責有由歸 更好地服務市民 謀文子 安捨職 這句 不是暗諷 不是暗止 我們希望互相理解 你有你的工作 我有我的工作 你有你的角色 我有我的角色 警務處走去止暴制亂 那麼多警察的暴力出現 我們作為公營廣播機構 負責報導 社會的消息 報導新聞監察政府 或者是斟貶時弊 諷刺權貴 我們有自己的職責 你不要要求我們做propaganda machine 宣傳機器 各思其職 然後 責有由歸 大家 各按自己的本分 按自己的職責去做事 你不要踩一個界 這點是很重要 然後大家更好地服務市民 謀民子安舍跡 得到市民的認同 絕非義士 再次感謝港台同事一直以來的努力 在抗疫期間祝願大家身體健康 好讓你繼續努力 履行市民認同的公共廣播責任 廣播處長梁家榮 20203月12日 這句後面的尾 可能言者無心就聽者有意 得到市民的認同絕非義士 真是絕非義士絕不容易 你看 我們香港的3萬個警隊 每年 支出 200多億 今年 增加 的薪金是相當大 只是OT錢也有20多億 港幣 你看香港電台 可憐到一個地步 辦公室 這個廠 老鼠橫飛 漏水 器材又舊 我經常說 開玩笑 我在 今天拍攝 在攝影廠 當師傅在 教燈的時候 我真的很害怕 他要用一條軍 很古老用一條軍 身上 很高樓頂 開了燈後 去打燈後 打燈後 看燈後的方向 打到我們臉上 身上 令到效果會好很多 當他砰砰砰砰砰 打的時候 我經常都看著 有諸一天 整個燈會掉下來 會窄死人 因為有套氣就是這樣 可見港台的 機器 設備的老舊 相對於警察來說 撐天共地 一個天堂一個地獄 但是 警察 得到市民的認同 他們在那麼多紀律部隊的調查中 滿意度 極低 大家也看到 但是 香港電台 受到 市民的愛戴 不用說那麼多 數字說明一切 這封信 有幾個附件 這個附件 一板子 數字 是一個很重要的 indicator 告訴大家 究竟 那個部門 或者節目 在香港市民心目中 是怎樣的 第1個附件是 頭條新聞 被市民 寫信 所謂意見的回歸 是怎樣的 2月1日到3月8日 意見的有100宗 100個意見 Opinion 然後投訴的有6500 complaint 然後一個是讚賞 Compiment 34,254 OK 34,254 大家 做個比較吧 你說 我記得有些左派 新聞工作者什麼會 退休新聞 工作者什麼會 說 你們這些殺鬥成兵 在網上動員 內容很多相似 確實是有網上有動員 但我亦看到不少 不少 我收回來的CC給我 竟然有E-mail CC給我 CC是common copy 給我的 他本來是給 香港電台 通訊局 商經局 特首辦 那些信息 寫得很毒不得了 我收到幾十封 很毒不得了 是自己寫的 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寫的 有 本地有海外 你沒有辦法 指控他們 全部都是copy and paste 絕對不是 34254 這個讚賞 絕大部份是出自 他們的內心 那6500我不知是什麼 我沒有看過 沒有人會給我 我想知道 如果你說動員 你就動員 你就叫人寫 藍絲那麼厲害 自己寫這些信 去罵香港電台 來來去都是那些內容 又是copy and paste 這個不要緊 這個就是很主觀 究竟讚還是彈 還有B和C的一些資料 有兩個表 這個表就叫做 由2019年1月1日 到2020年2月29日 十大最多觀眾 經香港電台網站及流動程式 收看的電台電視31 的節目 港台電視31的節目 即是什麼 港台自己有個web 即是有個web page 亦有個app 通過這些去看 最多人看的 所謂的視頻 串流的次數 排第一就是 亨槍集 是1800多萬 串流的次數 排第二大家可能 有些意外 我不是說這個節目差 這個節目是很好看的 不過是比較晚 這是第一 不怕他在串流看 在網上看 但是 你猜不到這個節目是一個 坐在那裡聊天的節目 都有那麼多人看 可見 港台的 觀眾 聽眾的水平 很高 這個節目是好看的 什麼都說 我都好像沒上過去 我都忘記了 還是另一個節目 他說一本書叫1984 George Orwell的一本書 排第三 到頭條新聞 差不多到700萬 680多萬 排第三 城市論壇排第四 100多萬 可以嗎 大家會看到 就是 以千萬計算 以幾百萬計算 這只是一個部份 就是一個部份 然後 十大對 最多觀眾經香港電台YouTube頻道收看的港台電視節目31 最高的 仍然是鏗槍集 1700多萬 《頭條新聞》排第二 1300多萬 視點31 排第三 1220多萬 可見 現在你TVB 將這個香港電台節目 對不起 好心分手 放開我 沒有了你 在你那裏收視 老實實有多高 有多厲害 現在 香港電台新的口號叫 港台節目無處不在 除了在31台 32台 其實按31台32台很容易 不要告訴我很難收 不過這是Digital 即是數碼 數碼的電視 如果你家裡的電視 是大牛龜電視 又沒有機頂盒 你可能在以前亞視頻道 很多雪花牛肉的頻道 就會看到港台電視31台或32台的節目 如果你有Digital 有數碼的盒 電視已經收到數碼的電視 接收系統 你按31或32台就可以了 就是這麼簡單 你不要經常說 惯性收視 媽媽不懂 大家教媽媽教 教婆 教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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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32 你不一定要長期看他 確實有些 他不夠 錢不夠資源 去做一個 好似無線 或者view這個電視台 裡面的節目 而且他不可以 純粹娛樂掛稅 他不可以拍劇 不是這樣說 他會拍劇 那些劇不是純粹娛樂性的劇 很多是有社會意義的劇 沒有場的世界 講殘疾人事 OK 所以我自己覺得感覺就是 你 純粹要求一個 雙型的電視台要求香港電台 我覺得完全是過分的 無論是錢和使命是不同的 但我們看到早數字 你看到 香港電台 受歡迎的程度 是不下於雙型的電視台 這點是很重要的 而且 滿足到一個 社會的使命 封信其實我是這樣看 幾分鐘我解讀封信 我把這封信視為梁家榮 是用來定調指 即是 你一直施壓 那種施壓 外面的人可能 不是很掌握得到 那種施壓 是內外交尖的 我在這裡也說過 他受全方位打壓 現在 咬著不放 那個 攻擊的來源 其實就是 來自警務處鄧炳強大師 這個攻擊的來源 我自己看不是偶然 不是因為你這個節目得罪了他然後砌你 即使是 即使是偶法也好 這是導火線 有原因有近因 好像歷史事件 他很早已經看港台不順眼 視為眼中釘 頭條新聞可能是眼中釘的眼中釘 肯唱集也是另一個眼中釘的眼中釘 所以他是借機法難砌你 然後 然後 呂應外合 陳建強 借著 兩封投訊信 想插手 香港電台的日常運作和人事安排 首先要拔走這個新聞口釘 打開缺口 繼續砌下去 我自己看 背後 有很多 手影 那個手影 甚至政府內部 譬如雙經局 都可能是有份 在 劃明劃暗地去參與 如果不是的話 你不會 做得那麼有系統 梁家榮 大家知道現在是第二個 term 他做這個處長 年紀也不小 人道無求 膽自大 引用 777的說法 當一個人無所求的時候 年紀又差不多 做完這個 term 也應該拜拜 沒有想著你會跟他再續約 他不是公務員 一個 term 一個 term 像續了兩年 沒有想著你會跟他再續約 你說我也是這樣 我跟阿榮不算很熟 我叫他阿榮 大家 他的年紀大我 應該大我五六年左右 又不是很大 我跟他在TVB共事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雖然關係不是很密切 他就做新聞部 的 anchor managing editor 執行編輯 那個角色就是這樣 他很有威嚴 整個編才都是 他扮演他很重要的角色 跟現在那些當然是不可同日語語 學識 坐鎮住在那裏 我做公共事務組 我們有交往 但不是很密切 他出來後 他犯了一個很嚴重的錯誤 關於江澤民死訊的問題 他都沉默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當時在這個 行家裏面也覺得 你把關真的很難 他也在立法會那裏說過 當然我對他的回應我自己也不是太滿意 作為一個新聞人 我自己會看 新聞部 新聞部 就是一個獨立王國 真是獨立王國 獨立王國的意思是甚麼呢 我拿著大關刀 守住門口 你甚麼廣告部門 做生意那些 股東老闆 說我要登記這條新聞 這個拿著大關刀 打關的新聞部的頭 要用新聞的原則 不是不單單 當你是一個 資料 新聞的來源 去核實 100%準確 然後才讓你過關 然後才讓你 刊登 報報 這是新聞原則 我不管你的官大到甚麼程度 是他老闆出糧給他 也不能把新聞部 當作宣傳機器 這一點 是所有新聞人要堅守的原則 上次 阿榮在雅舌這個事件裏面 似乎 客觀效果 沒有盡到這個原則 當然他沉默了一段時間後來 港破署長公開招聘 應聘 然後就 得到這個位置 做了一任現在做第二任 第二個藥 我覺得他現在 當年的 原則全部回來了 全部回來了 很清楚的一個公共廣播機構的角色是什麼 每一個節目 他的目標是怎樣 他的宗旨是什麼 無論你外界對他有多大的批評或者要求什麼 我回到約章那裡說 很簡單 我們有沒有符合這個約章 如果我們是符合這個約章 麻煩 Shut up 不要干擾我們的自主 這就是 這封信 在見陳建強之前 發了給所有的同事 他知道媒體一定會賣 大肆鋪張賣 然後 告訴陳建強 我就是這個調子 談 我們根據這個調子去談 他這個表現 是令我怪目相看的 以前我不是 那麼看好他 到今天 不好意思 我要改變我的看法 我覺得 起碼 在阿榮 應該是最後這個約 如果他這樣的表現 特區政府還要跟他續約 我的眼睛也會掉下來 不只是跌眼頸 一個人到一年紀很重要 就叫晚節 什麼叫晚節 我到這個年紀都需要思考 有些人經常說晚節不保晚節不保 什麼叫晚節 什麼叫保晚節 他意思是說 當 你 這個工作崗位 你不能做一輩子 終於一日會退下 是不是 當你退下這個工作崗位 的時候 人們會怎麼 回憶 或者回味你在這個工作崗位 做過的事 扮演的角色 所作的貢獻 你是負面 還是正面 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這一點是很虛的 但對一個老人家來說 就像我這些老人家來說 二個花甲之靈 某程度上 都不是虛的東西 你到你退休之後 什麼都沒有 別人想起 想起什麼 這個 都是相當重要 我覺得梁家榮先生 在他的 職業或者事業的生涯裏面 闖了一個新的 高峰 在高峰裏面 收筆 畫一個句號 是個很美妙的事 我就覺得這個人 你重視什麼 譬如現在這群特區官員 湘經局 阿頭 或者 政府裏面很多高官 你看到10個 穿了7、8個 炒樓炒舖 炒兔開了行 他們重視是什麼 他不是重視自己做這個官員 在 下了任 完了這個崗位之後 別人回憶 他是什麼 他重視的是 我賺錢賺錢 再賺錢 再賺錢 他不是 官員 做這個公共 行政的工作 是為民福祉而做 純粹為了自己的工資 這個真的很不同 每一個人 當然每一個人有不同的選擇 不過 當一些官員 純粹為了自己的利益 那份工資 然後看了樓市 看股市去炒 然後 晚年享受了極盡奢華的生活 這是他的選擇 不過如果 這些官 不是我們選擇他 但他們用這個心態去做官的話 這就是香港人的災難 我當然祝願香港電台 他的收視率越來越高 而且也可以 所以 堵住建制派的口 不要說香港電台沒有人聽 沒有人看 香港電台31、32 現在還是在爬坡的階段 慢慢上去 未為人所熟知 有很多慣性的收視營 在大台所謂 所以 希望大家 盡量 教你家 的老人家 不要慣性收視 看多些 全部都有用 看多些 31、32 然後 上網 包括YouTube 包括港台自己的網頁 再去看 這個 是會令到 令到他的收視 數字 更好 而是可以堵住建制派 再攻擊香港電台 的遺憾 好嗎 希望大家繼續 支持香港電台 支持小弟 這個深藉口快的頻道 包括YouTube CLS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亦都可以過去 Patreon的平台 繼續支持我 在這裏跟大家說一個好消息 就是 我昨天做了這個決定之後 反應是非常好 相當正面 十個 有九個 九個九 都贊賞我這個做法 當然會 多謝我太太 說他很英明 還有不少的朋友 都真的加碼 當然我也明白 加碼對我來說是感上天花 我都不是很大的期望 我明白今天的 經濟環境 例如你的股票跌得那麼厲害 樓市也 令人擔心 這也不重要 最重要就是 第一份工能不能保住 在疫情底下 這件事 我只不過是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接收一些 你們想 聽的 一些比較好的分析 以及一些比較 大家不太留意到的資訊 我可以繼續在這裏 努力 我在頭條新聞會繼續努力 Youtube會繼續努力 Patreon會繼續努力 希望大家會繼續支持 好 這部分說到這裏 下節回來說 另一個話題 我告訴你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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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